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情愿种植经常会出现的一种菌 叫做Fungus Fungus 它自然当中有几千类种Fungus真菌 那么很多是有益的 很多是有害的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真菌感染 比如说有人有脚气 那么实际上也是一种真菌 我们庭院种植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 有一些叶子呢 它会出现一些白白点点的绒毛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在各周围会出现一些蘑菇状态 那么这些真菌呢 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湿热的天气 然后通风不足或者阳光照射不足 那么就使得这个地方呢 真菌泛滥 真菌感染 对我们的植物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那么这些叶子就逐渐的会凋谢 那么甚至我们的果实呢 也会被感染 也会被感染 而不能使用 我们庭院种植呢 往往地比较小 而且还有篱笆和房屋进行遮挡 那么通风往往不是太好 很容易产生真菌感染 那么一旦有了真菌感染以后 非常头痛的事 就是它有持久性 也就是说你经过处理了以后 它往往还会一旦吃鸡成熟 它还会来 所以呢 这样的话就去掉这些真菌感染 就非常的困难 那么我们现在 有几种办法 可以对这去掉真菌感染有帮助 那么第一种办法呢 就是说我们要及时的去掉 这些真菌感染的叶子 把它拿下来 扔到垃圾桶里面去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经常的轮坐 今年在这个地方种一些植物 有真菌感染的 而明年呢 你在这个地方种一些 抗真菌感染的植物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使得真菌感染的 这种重复性 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所以eventually 慢慢的就会彻底的消除 真菌感染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在冬季进行养地 那么生耕土地 就是说我们经常的 翻地 然后晒地 然后这样的话 会使得那个真菌 藏在深部的那种真菌的 这种菌类 那么逐渐地被塞死 或者是消失掉 那么这也是一种 就是办法 就是翻土 我们在冬季的时候 要进行土壤的深耕细作 把它进行翻土 这样的话 会使得这一个地方的真菌呢 这个生长的环境呢 受到破坏 最后一种办法 就是我们用baking soda 就是碱面 或者是醋 或者是 餐洗净 就是洗餐具的 这个餐洗净 那么对水 对感染的地方 进行喷洒 处理 就是我们用一茶勺 碱面 或者是醋 或者是 洗餐洗净 对一家人的水 那么经常的 对感染地区呢 进行喷洒 那么从而呢 就是减少真菌 感染的机会 那么我们从 这样处理了以后呢 经常的处理一下 这样会改变这种 真菌生长的环境的 这种酸碱度 那么真菌感染 我们通过这样几种办法 就可以消除这种 真菌感染的几率 那么 一旦有了 也不要怕 就是我们要用一些 办法 进行简单地 轮坐一下 或者喷洒一下 然后翻地 翻一翻 这样的话 就会大大降低了 真菌感染的几率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欢迎大家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那么你的小小的一点帮忙 就可能帮助我们 去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